自從3D打印機推出市面以來 價格一直高居不下 不是一般人所能負擔 大日前有生產商以家用作為賣點 推出一部聲稱適合一眾學生 及設計師使用的3D打印機 漢科電腦公司產品市場部總經理王寧說 這個舉動一定能將3D打印 只適合於工廠的概念寫起 其實我們主要是 在香港設計行業的設計師 因為我剛才有說過不同行業都有設計師 香港金錢設計出來的質素會比較好 但我們的成本會比較低 其實我們會比較打擊設計師會多些 再來就是我們會打擊大專院校 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其實都會有3D的狀況會出現 最重要的目標是給設計師 給一些創意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有創意的都市 我們希望將很多很多創意 真是很立體的打印出來 黃寧又說 3D打印機一般都價錢比較昂貴 所以他們今次推出的3D打印機的價錢 比市面一般的3D打印機低 相信會有一定的叫助力 3D打印其實已經有30年的歷史 只不過在這一年來講 我們將他們的價錢 工廠降低了 變成很入屋 變成很多大眾化都會 可以買到回家去試用 不需要一個買好幾十萬的模具 或者幾萬元這麼貴去投資 這個3D打印的價錢 價錢來講 我們會有兩個價錢 會有單息 就會是五千九百五十元 如果是雙息的話 就是七九五零 幾千元 其實很多創意都可以印出來 另一方面 有人擔心3D打印機 會令市場出現更多的山寨貨 間接助長侵權的行為 但黃寧就說這種可能性不大 暫時我們不擔心 因為我們不是說印出來 是相用大量去印刷的 只不過是一個初的模型 印出來自己試玩 個人的性質 如果你說始終要去到大量生產 一定要找回工廠去製造 因為時間如果大量製造 他們會快很多 如果我們在Market Research的時候 我們都見到有些外國的公司 他們會把一些槍械印出來 組裝成為一支槍 你說這個會不會牽涉到泛化的問題 其實我們未知 因為這個市場真的很新興 價錢去到這麼入屋 其實是今年的事情